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雕光斗 我这么说不冤枉你吧 不错 宋提行说的丝毫不差呀 好 宋大人 此时这屋内仅你我二人 你不妨坐下 你我抛开面具 说几句推心致富的话如何 你不妨坐下 好啊 说吧 宋大人 事到如今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吧 这回从一开始我便要有意和你较量一番斗一个输赢的 你信不信 我为什么不信呢 世上的人本就千行百态 有你这样歹毒阴险之人不足为奇 歹毒阴险之人 是这样吗 行 你怎么说我这我都行 我无所谓 我不教书 不必为人师表 我不当官 也不必效忠朝廷 我不过是一介平民 与世无争无非就是挣几个银子画画而已嘛 是吧 说来还不是怪你呀 我本来躲在郊外好好过我的日子 你偏偏要找上门来弄出一个白骨案 到如意院门口是吵吵闹闹 还有那个行故小吏也是探头探脑的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更何况你宋慈的出现能不勾起我的旧痛旧伤吗 哦 这么说 倒是我打扰了你这位隐士咯 对 所以这次我要杀杀你的威风 消消你的傲气 第一个回合你输 我把你过去审案办案的手法 细加揣摩如法炮制 步步引你上钩 人证物证样样俱全 一步一步勾你上套 果然 你把那个 竹如海定为了杀人犯打入了死牢 偏偏的竹如海受不了委屈 一头撞死了 我承认我输了 哎呀 宋大人承认输了 真是不容易啊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不错 比我预料的要好 你很快便查清了小桃红的禁尸之处 又活捉了柳青 只差一步他就没命了 最后你根据那枚玉佩 很快便查到了杀害小桃红的凶手 驸马爷梅子林 不对 小桃红不是梅子林杀死的 怎么 他自首的时候没承认吗 他是这么承认的 但依我看来 小桃红之死并不是梅子林的本愿 这是有人射下了诱饵 布下了圈套 借他之手完成的一起谋杀 哦 是这样 难道不是这样吗 宋大人不妨推断一下 此事的结局和原因 刁庄主 你听好了 在我发现白骨案之前 你就察觉到竹鲁海与小桃红 有刺探你如意愿之意 你是大为光火欲 予以反击 你又想拉梅子林做成 粮食换军马的大生意 于是乎 你设计了一场重头戏 想来个一箭三雕 这样你既可以除掉竹鲁海与小桃红 又可以做成这笔大生意 三则报复一下怨敌宋某 可是这样 不错 接着往下说 驸马爷梅子林爱马如命 你就送他一批价值不菲的北方良居 射下诱饵 要挟其余你做成这笔生意 不想梅子林胆小怕事 五月十九 他将马匹千回儒义院 想物归原主落个清白之身 谁知 等待他的 是一场更大的阴谋 驸马爷来了 替我谢过刁庄主的好意 此马完毕归照 慢走 驸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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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驸马爷慢走 驸马爷慢走 这干什么呀 这边请这边请 你听我给你解释 这个事情 你硬拉着梅子林坐下喝酒 装出十二分的诚意再三致歉 反而让梅子林觉得不好意思 我要是 生意不成仁义在啊 你把马给我退回来 是责怪我给你下套 逼你做这粮草换军马的生意 对不对 我还能说什么好啊 我怎么说也说不清了 我唯有自罚自饮 来 你看 我已经自罚自饮好几倍了 你要是再不原谅我 我就只有 我只有 只有给你下跪了 别别别别 刁庄主 你可别这样 我可说不起 刁庄主 我也是无可奈何 来 你先坐 坐 来 好吧 梅某 就给你喝一杯 好 好 来 到上 到上快点 快点 来 满上 与此同时 你阴谋的另一部分也开始实施了 去朱家唱戏的小桃红也被你从那家接出 绑架到了如意院 进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来人 你看 我帮你喝 我帮你喝 来 来 来 我再再再再一杯 给你马上一杯 显然 刁庄主是惯用此计的 如意院想必也常备着那样小包的白色药 再看一杯 再看一杯 总之 以往并非好色之徒的梅子林 那日喝了酒后 却银心乱动 难以自制 我怎么说啊 很糟啊 哎 管师 哎 把驸马爷送去烧市休息 一会儿用轿子送回驸马府 是 郑主 驸马爷 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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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交一下 驸马爷 慢点 走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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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驸马爷 你这是干什么 你把女妻子尖了 你还把她掐死了 你这是犯了人命关天的大罪 事情到这般地步 梅子林也认为是自己奸杀了小桃红 宋天星果然厉害 如此推断不仅说的十分精彩 而且与事实丝毫不差 哎呀 了不起 了不起啊 宋天星 就从这一点 我刁某也是自叛不如 甘拜下风啊 既然我说的丝毫不差 那在公堂上你敢承认吗 你有这个胆量吗 你应何发笑 宋天星 你我刚才所说的话 是在这个小屋子里边说的悄悄话 出了这个小屋子 那就不足为平了 再说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我来说 当务之急 是我做成了这桩 粮草换军马的大庄生意 三十条大船五十万斤粮食 想必已经运出京城百里之遥了吧 雕光导 你不要想的太顺道 今天一早 我已乘报兵部公部 则成沿途两岸的驻军 不许官传运王北方敌国 是吗 宋慈啊 你不过就是一个四品提行官 在京城也就是一个中不溜的官而已 你说话能有几斤几两 其实你话音未落 我倒是得到了确凿的消息 我那些运粮船队 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十几道关卡 到达了苏州码头 在那里歇息一夜 次日便抵达他国之域了 三十条大船的粮食 运往北方敌国 这是卖国呀 朝廷重臣 就没有人想到这有多可怕吗 宋大人 你说的也太可怕了吧 弄点粮食上北方 还不至于亡国吧 那些给我方便的官员 也不会个个都是卖国贼 他们不过就是得到了点钱财 或者是卖给我个面子而已 宋大人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我承认 在审案断案上 我是不如你 可是 要说谁在京城说话最算术 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吧 你十个宋慈 也抵不了我刁某的一根手指头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把柄捏在我的手上 不敢让我亮出来 所以才对我这一介平民如此器重 他们对我是又怕又爱 又恨之入骨啊 你此话怎讲 宋大人 你看见了吧 这房子里边摆着八口大箱子 知道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防火防盗的小屋子里边 严加看守还装了暗道机关吗 就是因为这箱子里边放着一些见不得天日的秘密 京城里官员的丑视恶行 他们的底细 全都在这里装着呢 你明白了吧 富马爷梅子林 五月十九日奸杀锦玉班女蛋小桃红密室极路 这里边还有几张文稿 这是富马爷监视他以后写下的供词 巨巨在路 你说他能拖得了干系吗 去年八月十八日晚 前江大朝起 午夜三刻 六颗塔附近 夫妻一具男尸 三十余岁体格强壮 这强壮男子乃林安之府吴某府中之甘邦 其生性风流浩女色且胆大包天 竟与吴之府之小妾勾搭成奸 吴之府得之后将其弄死 抛尸江中 后背我刁某截得尸体 并且弄到了几样物证 这是什么 这便是物证 那吴之府弄死了好色跟班之后 企图消失匿迹 被我刁某查局 连夜拿了这个物证赶到了吴某之府 约见吴之府 当他看到这些物证之后 立刻吓得七红飞出六红瓣 当即跪倒在我的面前 锦玉班女蛋绿妖 三月初八被杀密室 是 如意愿所请锦玉班女蛋绿妖 与几位青年男子相伴熄熄饮酒 酒后 几位男子欲致亲近 皆被绿妖正色拒之 也不可乱交啊 随后便有语言冲突 领头男子性格暴躁挥拳打去 正中其脑策昏厥倒地 既被轮流兼职 又将其掐死之后 弃尸深谷之中 此事被刁某查局 抱之其腹之小 好 啊 收集了这物证若感 且有如意愿的证人若感 你说的可是这桩白骨案 正是 那刑报的男子便是当朝重臣曹某的嫡亲之子 你说的可是曹刚曹大人 雕光斗 这些东西你是从何得来啊 这可就密不可宣喽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也有一样东西被我抓住 且有物证在手 你会不会对我敬重几分 畏惧几分 你会不会也想着把这些物证悄悄地夺回去呢 好 好啊 你居然收集了八大箱啊 这每一箱东西都跟当朝最有钱有势的人有关 好 今天宋某既然看见了 那就得借去一用 哎 那可不行 这不是我不肯 我将此箱子交出还能将功折罪 问题是当朝的许多官员们他们不愿意啊 不信的话 我把门口的几位高官们叫进来 你试一试 请 宋大人 你信不信 我只要轻轻地咳嗽几声 他们立马就会跑进来 咱们你们还没有谈完呢 啊 曹大人 你看 宋提行好像是非要把我带走不可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宋慈啊 这件案子已经把驸马爷牵进来了 你还想让多少人卷进这里来啊 哎 算了吧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总不能让宋慌插自己的女婿吧 该收则收 不必再较真了 走走走走 咱们走 曹大人 我然让雕光斗说中了 说什么了 啊 说 说 说什么了 啊 我怎么了我 啊 这 哎呀 哎 冯大人冯大人 来来来来 你来劝劝送提行吧 你们两个还没谈完啊 冯大人 曹大人 这送提行 不仅要把我带到提行司去问话 而且 还要把这八口大箱子全都拉走 你说 我这是让他拉走呢 还是不让他拉走呢 不行 这绝对不行 还是不要拉得好 二位大人 你们果然是心怀鬼胎 赵部头 在 大人 差人将这八个箱子运至京城 不得有 遵命 来人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这万万不行 曹刚 这般刑警有失体统了吧 我不管 我什么都不管了 来人哪 来人 在 我说宋慈啊 你小子犯什么血啊 偏偏的这八只箱子过不去 我看你这个提行官还想不想干 你现在就走 你马上离开 曹大人果然是有备而来啊 那宋慈好强违了 婴姑何在 婴姑在此 宋皇守谕 宋慈奉旨查案 所到之处需听其召唤 遵其所令 任何人不得违反 违者 斩 亲自 末将奉旨前来听令于宋提行 请宋大人发令 来啊 在 将这八口箱子 运至京城 一致皇宫选得殿 遵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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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这 我 在一起 我 有 有 你 有 我 有 有 小桃红案已经查明不再有误 千真万确 没有半点无差 好 好 你说驸马爷深陷小桃红一案 责任不大 完全是那个姓刁的歹徒 射击 什么 的确如此声上 驸马爷这回是上当受骗 歹徒如此行事 为的是做成一笔粮食换猎马的交易 除掉竹辱海亦在栽赃送辞 此案查有实据 没有差异 好 好 此案既已查清 关于粮食吧 既然运出 也就罢了 反正江南粮草副族 被北方敌国骗去一些 也无足轻重 这只要将那个姓刁的歹徒抓起来 此案就大功告成了 宋慈 这次你办案可是劳苦功高啊 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等等 圣上 怎么了 宋慈 圣上 此番宋慈进入如意院 另有重大发现 圣上请看 这八口箱子的底细 须向您如实地拒绝 老师报收 圣上 此事于国于民有重大干系 圣上不可不听 这八口箱子所为何来 你慢慢说 代臣逐一说来 是 不好了 你走了 宋慈把八口箱子都打开了 你完了 圣上 圣上 你说圣 圣上 圣上 我等都是忠诚 宋敌行 你可千万别这么做 你把我们大伙都给坑了呀 这可怎么办呢 冯玉迟 这是怎么了 你快戴上 快戴上 这是第十九件密室 写的是三年前 发生在清河坊的一桩秘而不宣的大案 圣上 此案涉及临安府 大理寺 后宫皇太后 还有几个太监侍卫 圣上 这是物证 请您逐一详查 请您的几个太监侍卖 优优独播剧场 如上所述 此案涉及吏部侍郎一人 公部陆氏两人 皇族重任 另外 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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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睡着了吧 圣上 似乎方才小睡了一会 不知宋慈所言 圣上是否听劝 宋慈 你说到哪儿了 已经这么晚了 连日来 您老是到处查案室 累了吧 回去歇息吧 朕连日来也是诸事操劳 有些乏力了 既然此案已了 就到此为止吧 圣上 刚才宋慈已经说过 这八口箱子当中藏的秘密 与国与民有重大关系 往圣上 往圣上亲自审运 圣上 不可以放过这些害群之马呀 圣上 宋爱卿 你回去歇息吧 这箱子里的东西嘛 容真 一一看过 真 确实累了 你暂且 回去吧 圣 宋 宋提醒回府 是 宋提醒 请回吧 臣 告退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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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慈啊 你可不能这么做呀 你这么做 把我们大家都给出卖了呀 宋慈 你把把塔箱子里的事 都跟圣上说了 你全都说了 当然 郝大人 我身为荆姬提醒 知道有人行间犯科 岂有藏匿不报之力 你 你知道你这么做 会把朝廷的许多大臣 害得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现在知道做个清官 中军爱民的重要性了 犯下如此恶行 现在后悔 晚了 着火了 着火了 你救火 救火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你救火呀 圣上在那边哪里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诸位官员切莫慌乱 刚才只是一时失茶走失烛火 这火烧一会自然就灭了 大家就不必进去了 失茶走了火 那圣上不会有事吧 就是 走 走失走 哎呀 圣上不会有事就好了 你看 这火烧的多大 干什么去 皇上驾到 圣上 宋爱卿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深更半夜 这么多官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宋爱卿 你还没走 圣上 选德殿着火了 那是失茶 引起大火 还好 扑酒及食 没有引起大灾 宋爱卿 你刚才 送来的那几口箱子 不巧毁于大火之中啊 烧了 那箱子都是一些陈年旧物 里面的东西又一着火 你转眼光风便烧成灰烬了 宋爱卿 这次你审案立了大功 朕要好好地奖上你 明日早朝 朕要加封你为刑部左侍郎 官居二平 皇上 皇上英明啊 生上英明啊 皇上英明啊 定怕 宋 supporting 公字 八路 参都是松 steel 紫文蛋 宋爱紫文蛋 宋爱玄 agua bug 找个人 闻 co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功劳巨大 无人可比 题为二品侍郎 极其合适 为臣竭力拥护十分赞成 皇上英敏 提拔俊才 可保我大宋江山万万年 皇上英明 宋慈呢 宋慈怎么没来上早朝啊 圣上 提点京居行御宋慈 将其四品官服及顶带送至门外 自称辞去官职自愿回乡 做平民百姓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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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救救宋官呢 奇怪啊 是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各位大人都来了 兄弟不积远迎啊 大胆刁民 竟敢与我等当朝重臣称雄道地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姓刁的 你的末世到了 八大小子一直烧成灰烬 你还敢对我们抖威风吗 是刁的你也有今天啊 哼 干嘛 八箱子都烧了 一把火烧了 多亏圣上英明 把那些东西烧得干干净净 才还了我等的清败之身 真是黄恩浩荡如东海之水呀 来呀 将这恶徒乱拳打死 有道是法不责重 打死雕光斗 我草莽人保你们无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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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此而已辞去官职 回归故里 从此再也不会去做官了 时至今日 此而才明白 若要世道清明 除恶扬善 单凭我等仗义执法 查凶审案 是无济于事的 孩儿已疲惫不已 不堪重负 唯一留下这本书 原想可以帮助后人 辅助大宋 现在 看来也没有必要 大宋这半壁江山 不会太久了 不得了 高 超 小 大宋 三 三 二 二 一 二 二 宋慈所著喜冤极路 借助民间流传得以保存下的 这部我国最早的法医检验专著 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早了三百多年 该书在我国法医学发展史上 有着重大的影响 该书曾被译为 和 英 法 德等多国文字传入西方各国 该书不仅是古代法医学的经典 还因为书中大量符合近代 法医学原理的科学论述 而成为从事现代行政法医工作者的 入门必读 千余悠悠有多少冤阶踏空畅万 人寻欢无限从生哀怨 气血淫虫笑苍天 五三敌影所白裂 参与生 参与生 周期烈烈风 金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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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德无患 舍己安抚成子写 唱曲归美不羞才 看斜阳朝大地切莫 松头转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